总统国庆协商大门开到什么时候 国庆协商有没有daylight 马总统冷处理不想节外收支 因为传出亲民党有可能在大选前操作 策略性气宝 要大家总统投马英九立委选亲民党 就怕效应真的扩大 国民党核心定调 国庆协商大门只能开到总统登记为止 事实上国庆合作是泛男选民 他们一直以来的期待 所以协商大门一直都是开着 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最后合作的机会 选民其实是人不是票 也不是蛋糕 切一块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每一次类似的新闻都放在头版头 我们也觉得他有刻意操作的情况 亲民党言辞否认拿总统换立委 但国庆两党模求合作 如果沟通管道从未间断过 等于留下橘色模糊空间 直接冲进蓝营立委选旗 不至于需要再去轻者痛仇者快 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 然后成全大局了 新闻党才送出46万份连署书 却不断传出宋楚瑜交换说 究竟有没有拿总统换立委 国庆协商的这把火 已经从总统前线烧到立委后院 30新闻林玉峰白桥 英台北长报道